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开运经理团 星座淘宝告诉你 你是谈恋爱最令妈妈担心的女儿吗 但是在感情上呢 你只有一种感觉 就是 她 眼光焦距都不太准 比如说她们会看到很奇怪的对象 而对象奇怪不打紧 比如说连去旅游旅行 都很可能忽然间爱上那个导游之类的 好 这个不打紧 她还会真的撩下去 万一 黄老师从学习上来看看 哪些女生使唤男人最有一套呢 她的颧骨发达 但是有时候包起来 有包起来的话 表示她在管人家的时候 或者叫男孩子做事情的时候 有点艺术化 比较讲得让男孩子听得心甘情愿 讲得让男人 是我的荣幸帮你做事情 所以你使唤男人 这真的颧骨 这真的做得好 好老师还要告诉你 究竟是哪些新作的男生 要女生对她越凶 她就会越爱呢 当然重点是她知道 她能够用她的柔情似水 或用她的那个婉转的手段 征服你 然后你的凶不是对她凶 你的凶是反而可以帮她 保护她或在外面 有一些主张 比如说她自己事情搞不定的时候 委托你 你可以帮她出面 她会觉得有这样的partner是不错的 台运小羊色叶子要帮你看看 谁是你感情当中的脱油瓶喔 最后黄老师要教十二生肖 如何增强恋爱运势 精彩内容千万不要错过了喔 马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今天来了一对呢 母女 而且都长得好漂亮喔 我欢迎Makia还有马妈妈 今天好开心喔 马妈妈 马妈妈 新娘子 马妈妈会不会紧张 不会 不会喔 Makia今天跟妈妈一起来 是因为有一本书 对不对 对... 我妈妈吃了书 恭喜 妈妈有吃的菜 对 我吃的菜 然后就...对啊 就因为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快乐一点 就是煮菜啊什么的 那当初总会想要出这样的书 总会想要出 对 因为我其实看得到鬼 我本来想说 我弄个马妈妈见鬼 别马妈妈 不要弄见鬼 然后弄菜好了 你出这个还蛮好的 你看得到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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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两个就变成 奇怪的母女 不要 對啊 还是出出那个啦 菜的书 奇怪的母女 對 我想问一下 像因为Makia身材真的很好 所以在书上 你有教大家怎么吃 可以吃出这么好的身材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菜 因为我滿喜欢做菜的 你最得意的一道菜是什么 炸豬排 很好吃 鸡鸡鸡 鸡鸡鸡 鸡鸡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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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你觉得吃什么真的很有效 我觉得她可能吃很多焦质的东西 焦质类 对 焦质 自己没有救的时候下一代 如果生女儿就是给她吃焦质 救下一代 气肤就会很好 所以妈妈 妈妈现在是在跟我说话 对 现在有没有说 不敢 没有 是真的 她是在跟你妈妈呼吁 對 这个黄热心的妈妈 你有一点不敬责 真的 是不是真的 哪些材料是焦质的呢 鸡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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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很多啦 很多 我觉得海鲜很有脚 那个猪脚有没有 也都有 对啊 对啊 马凯雅 你妈现在开始要这个做书的宣传 那你会不会怕你妈妈在节目上 泄露你太多秘密 其实她都知道说 这个可以讲这个不能讲 对 她还蛮那个 虽然讲话比较直 可是她还是会控制一些气氛 或者是讲话会很小心 对不对 有时候会吞下去 真的喔 在我们节目不要吞 就都要讲 不能 这样就不能播了 真的 不会 我妈妈很毒的 真的吗 妈妈很毒的 我好想知道 不行 下次你到我家 妈妈妈是双鱼座非常直爽的 对 就像是家人嘛 聊天嘛 那你觉得 你觉得马凯雅挑男朋友 眼光好不好 还不错吧 那妈妈不如注意 还不错 为什么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 对 这个很帅 她会说这个很帅 那有没有曾经妈妈挑 就是挑明跟你讲说 她不喜欢你的男朋友 没有耶 她就会跟我讲说 这个还不错啊 怎么样怎么样 她就是对我好就好 所以她也没有 她快乐就好啦 对 她没有讲说 你这个不要教什么的 她从来不会讲这种话 那有没有跟你讲说 拜托你去教那一个好不好 会不会这样 不会 她不会讲这一种话 她会跟你说 拜托你可不可以教帅一点 对 怎么会叫她 我很好奇啊 到底是多丑啊 没有 到底很丑啊 就是妈妈的眼光太高了 你觉得帅是哪一种才叫帅 你喜欢的内衣 我喜欢外国的样子 金城武 对 金城武 金城武 还好 好像下巴太长 没有啊 标准的太高了 连金城武也很好挑 是啊 很瘦 如果她胖一点就刚好 可是很瘦就会觉得 她最近有一点点胖胖的一点 这样子 好久没看到她 那小猪呢 小猪也蛮帅的啊 那个时候她有说小猪还蛮帅 小猪是蛮帅的 蛮可爱的 那欧帝呢 也不错啊 很可爱 妈妈好凌云 妈妈妈好可爱 现在学会了 学会 每个都不错 那我想知道啊 像马可雅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不会就是替她担心很多事 你最怕她做出什么让你担心的事 真的啊 对啊 她又有 最少大家知道她的名字 去哪里拿小猪 对不对 对啊 季强我真的很直 对啊 你也不要贴 救命啊 我要不要贴 再见 再见 你会不会担心马可雅被欺负 或者是说那个 应该不会 不会 不会 不会被欺负 那还是你会不会担心马可雅欺负人家 不会啊 没有 那 好 不行 好 所以我来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从星座来看一下 到底怎么样星座的女儿呢 在谈恋的时候 最让妈妈操心 更担心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就要从大家的太阳 跟双身星座来看了啦 那这个 Makio 你是双子座 双身也是双子座嘛 那妈妈妈呢 是双鱼座 上身是金牛座 所以一样 你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让你妈妈担心呢 有 我们就来看看 那至于嘉芊是双子女 是狮子 上身也各自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就来看看 谁是让妈妈担心的女儿 第五名 太阳上身如果落到了 狮子座的话 狮子座让妈妈担心的地方 就是这个女儿感情上很脆弱 然后呢 又有点傻傻呆呆的 被人家很容易就骗到了 就是狮子座女儿就很善良啦 那做妈的最清楚啦 这女孩子就像傻大姐一样 反正别人对她好 她就永全以报 那这下好了 万一你遇人不属 通常都人才良师 因为有时候狮子座 她自己的资源还蛮多的 如果她有钱就糟糕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名 这个让妈妈还蛮担心的女儿 是谁呢 太阳很上身如果落到了 金牛 做的话 那像妈妈妈就是笑声金牛 那这种型的人 第一个她认定了 就不会为任何人更改 然后基本上她只有 怎么说服她的家人 或者是怎么样坚持到 她的家人都同意 只有这条路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你反对 她看得出来一点反对 那她就不说了 就不跟你说了 你也问不到她任何资讯 她就闷着头做她的 是哦 你得不到支持没有关系 那妈妈更担心 封闭起来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就用我的方式去做这件事 譬如说 男朋友去当兵当三年好了 那她就痴痴地等 很多太阳双身金牛 之后她打定主意 她就痴痴地等 可是妈妈可能会 要不要相亲 要不要等 那男生很花又很坏 什么之类的 金牛说女生不为所动 是哦 妈妈你妈妈会不会很担心 她爸爸我嫁到日本 大概10年11年 对 她爸爸两次关了6年多 我都等 那阿嬷呢 阿嬷有多担心 阿嬷担心是你爸爸出来 才会担心 在里面谁当心 就是很死心眼 我觉得金牛说就很死心眼 妈妈妈 你好笑 你好笑 她抱了很多料 一开始就用她看到鬼下马威 现在我们知道 她爸爸有被关过 真的抱很多料 真的很直爽 所以太阳双身在金牛座的妈妈呢 你看她认定了 就很坚持 即使呢 人家说 北关 你要不趕快跑 可是你看她不跑就是不跑 她爸爸死了大概12年了吗 我没有交过一个男朋友 真的 男朋友 就不交了 对 不交了 为什么不交 对啊 陪他 照顾小孩 对 对 对 真的 不好意思 真的 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名 太阳上升 Makiyo 你更胜一筹 双刺座 真的假的 其实妈妈会有一点 还是多多少少会担心 会担心吗 不然晚一点不回来会担心 对不对 晚一点不回来还是会担心 真的喔 对 所以你通常都多晚回家 因为她都喝醉啊 双子座喝醉 为什么 因为以前眼睛是要这样正看哪里 然后再可以拔 眼睛不能一直动 可是喝醉的时候 天花把那一直在旋转 我想说我一定要看 我不晓得要看哪里 所以就完全拔不起来 然后又要硬要叫我拔 然后我就不客气了 硬要叫你拔 又看不清楚 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可是就是没办法拔 还在一直叫我拔 我也想说 对不起 对 就是这样会 对 跟她生意 我觉得说完的目的 好可爱 对 有点像姐妹了我觉得 对 好 双子座的女儿 让爸妈担心的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吗 她们就是赶大包天 我只能这样讲 双子座是什么都敢做 对 什么都不怕 她什么都不怕 爸妈就什么都很怕 尤其是双子座女生 对自己很有自信 比如说爸爸妈妈 如果担心她被人家欺负 她会说 你担心什么 我不要欺负她就好了 可是你知道越是这样讲 越有自信的人 有时候越是在很奇怪的地方 跌一跤 本来你就是个女生 女生本来就是有可能被欺负的 很多地方在你不查的时候 所以双子座的女生 她常常就是因为她胆大包天的关系 就做出很多很夸张的决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这个谈恋爱最让爸妈担心的是谁呢 太阳上身如果落到了 牡羊座的话 是 看看身边有没有牡羊座的朋友 牡羊座不熟 可以生气 狼姐 如花 对 中介 好 这个牡羊座的人 其实你仔细观察 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上还蛮有主见的 也处理得蛮好的 但是在感情上 你只有一种感觉 就是 感情上眼光焦距都不太准 比如说他们会看到很奇怪的对象 而对象奇怪不打紧 比如说连去旅游旅行 都很可能忽然间爱上导游之类的 好 这个不打紧 他还会真的撩下去 万一那段时间他们密切联系的 还蛮开心 蛮快乐的 而且机缘也蛮有时间再让他去一次 搞不好第二次去他就订婚了 所以他很冲动做一些决定 然后更不要说在感情上他蛮容易 比如说不要说他的家人 做朋友都会担心 他很容易就是有点小花痴 这样子 好喜欢他 然后那个感觉来得非常快又凶猛 那那个感觉 我们旁边的人可能都看得很清楚 那是一个错觉 只有牡羊座会把错觉当感觉 所以牡羊座就是属于这种 旁边的人会心心胆挑 觉得他乱爱一通实在不是办法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 我们这里没有 那就是射手座 射手座 也会让人担心 没想到我还以为是天秤座 没有没有 天秤座 天秤座是蛮让人担心的 可是他们不说 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处理 可是射手座 这个通常你发现的时候 那洞已经很大了 射手座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是觉得还好 因为他都很阳光很正面 让你觉得说他的恋情很不错 他也控制得很好 对 可是这是一个美丽的假象 通常只有他家人才会看到 那个真相 什么是真相呢 就可能等你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 比如说帮了一个很夸张的忙 比如说他可能把他的 毕生积蓄都借给对方了 是 然后做父母就 你还没嫁给他 你把钱借给他 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很多射手座 在这个部分 只要他犯过一次这样的错 做父母的都会非常担心 而且很多射手座 在感情上是很容易受伤的 比如说分手之后呢 别人是没事 但是这个射手座 可能精神很容易就开始 快要错乱了 就是都伤得很重 是 所以做父母的 当然就会觉得 我的天啊 我的米儿原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都不晓得 是 那当然做父母会心疼 而且会非常担心 他在下一段的时候 就要很小心地帮他鉴定了 好 所以太阳上升落 这五个星座的人呢 都是属于在感情上 这个恋爱上 很容易让父母担心的 你自己做女儿的 就要小心一点 不要让父母担心了 因为刚刚就有听到 那个妈妈妈就有讲 可能为了这个Makio 12年的时间 都没有去谈恋爱 所以问一下那个唐老师 是 你觉得妈妈妈 适合什么样子的男生 还是多久可以有 这个未来会有对象出现 哇 体大 其实现在 其实现在一切都在 妈妈妈的那个 自己的对控制 他要交 我想很多人 对妈妈妈都还蛮感兴趣的 可是如果他不愿意 他都可以跟这些人 维持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 因为妈妈妈的那个 金星 木星 都是在水瓶座 然后都在 第十宫 第十一宫的交界 那代表就是说 如果他现在写了书 有了一些事业上的寄托的话 他搞不好会对感情更淡然 然后至于什么时候呢 当然从今年开始 因为你上线在金牛 从今年开始 木星已经在你的夫妻公 这边徘徊了 所以你的人际关系的运势 在跟人家做朋友方面 都非常的好 别人会对你好 那只是你要不要接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这个缘分 你没有很喜欢的话 因为你现在能见度越来越高 可能你事业会越来越忙 那如果今年来不及 Makio也不用担心 再过三年 他会有一段 就是可能事业 已经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步了 他就有心情谈恋爱 或那个日子深情的对象 已经成熟了 三年后 就会有工作 三年之后了 对 工作感情结合了 很好的一段恋情 所以三年以前 就不可能就对了 不会了 根据不是这样讲 就是三年之后才会有机会 我觉得三年之前的这段时间 可能妈妈妈没有那个心思 对啊 就是其实有 你都没那个心思 要自己心情稳定 都是朋友 都是朋友 然后三年以后 从朋友通道挑一点 朋友最好 对啦 朋友最好 对 因为我们知道说 Makio其实他个性也是很可爱 所以听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是很占优势的话 会不会 有时候 很多朋友都 你好厉害喔 这样子 我不晓得 就每一个男朋友 都有 都不一样啦 就是要配合对方的个性吧 还有家庭 对 什么意思 对 什么意思 对 我比较听不懂 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就跟你讲吧 OK 好 好 好 妈妈通常都会透露一点讯息 对 然后私底下才会透露 那你觉得 蛮有作力难啊 对 对 我不晓得摆什么样的脸 对 好难 你觉得哪些事啊 是男生要帮女生做 尤其是男朋友 男朋友的话 要接送吧 接送 还有 那需不需要 就是跟家人相处得很好 这个也要 对 就是对你好 同时也要对妈妈好 一定要 就是因为妈妈很喜欢出去玩 是 她喜欢去很多地方会乱跑 对 我也蛮希望男朋友也可以带妈妈一起去玩 对啊 这样也蛮健康的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从我们手面相特征来看一下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一题 这个对很多男人来讲是很恐怖的 可是对女人来讲是还不错的 这个 到底什么样手面相特征的人 使唤男人最有一套 看各位女生 我们有没有上榜 有没有这个特征 好 来 好 我们看哪一种女孩子 我这边列出来这个女孩子的特色 就是女孩子如果这种长相特色的话 他对男孩子去使唤他的话 蛮有一套的 蛮有办法的 是 好 我们看一下 从第一个开始来看 第一个就是女孩子的长相 比较是立体的脸 然后线条比较分明的人 什么叫立体脸 我们先讲一下 东方的女人通常都比较平的脸 西方人比较立体 但是东方人不可能像立体 完全像西方人这样 只是形容来讲 东方人比较平 所以她有点比较嫁机随机 比较顺从 那西方人立体脸的话 她线条很分明 对 比如说眼眶比较陷下去 颧骨比较突出来 或者嘴巴比较大 这时候她比较有她的意见 比较敢要求男人 你要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比较自我意识起来 像田立善善事 对 她就比较立体了 对 她很立体 她立体比较立体 对 其实我觉得Makia也是 他们两位来比的话 妈妈比较平 对 Makia比较立体 她比较像爸吧 对 但是你的立体 不能像西洋人那么立体 就是比较之下 比较立体的 你就比较有办法使唤 让他们来接送 让他们来做什么事情 好好的用 好好的用 妈妈自己没做到 你也要替妈妈出口气 对 对 例如说像罗佩营 马斯利 对 郎主云 他们几个你看 就是在以东方人的脸来讲 他们就比较立体 很立体 对 所以她比较有办法 她老师也算 对 比较之下 所以她比较有办法吃 叫人家做什么做什么 支持人家 如果做不好就打 像我们就是这样 这样就不算了 对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项 第二项用手指来看 手指呢 其中的小指比较长 然后尤其是越白又明显的话 什么叫小指长 请各位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小指的这个 最长度呢 要超过无名指的 这一节第一节 有超过叫做长 不超过叫做短 那如果大部分在这里就是标准 就是一般就是标准 要超过才叫做长 因为小指也代表一个人的口才 代表一个人的指挥 代表一个人的手法 代表一个人的手段 所以小指长的人 他手段比较多 比较有办法 那如果这时候越白 越白就是指甲的这个地方 会有白白的 如果有的话 越多是越好 尤其小指有那是更好 你小指又长 小指的越白 这里有个白 又这么明显的话 那它正是更有办法 对 完全没有 那所以这一项你是不合格 但是你第一项比较合格 以Makio来讲 就是这个也可以让男人 服服帖帖的 很甘愿 心甘情愿地替这个女孩子服务 做自己 好 下面看第三项 第三项是做一个比较 看一个女孩子的眉毛 他眉毛如果是弯细的 还是眉毛比较平直的 如果是弯细的话 通常的女孩子的眉毛 这样弯细的话 他指使男人做事 会比较用婉转的方式 比较温柔的方式 可是比较用撒娇的方式 要这样 最后男人还是听他的话 如果是平直的话 通常就可能带一点权威 但是权威还不是很凶 只是讲得让男人 赶快要做 赶快要做 比较是平直的方式 这时候这女人 看她哪一种眉毛 可以知道她是用哪一种手段 用哪一种手法来做 好 那最后还有一种 这个是我认为是很重点 但是这一项跟第一项 有点类似 但是有点互相相辅相称 就是颧骨 颧骨要发达之外 要有肉相称 是 颧骨就代表管事情 要管人家 人家听我的 但是如果她没有肉 就是尖尖的话 表示那男人做得很不高兴 那有肉包起来 Makio就是有 她的颧骨发达 但是有肉包起来 有包起来的话 表示她在管人家的时候 或者叫男孩子做事情的时候 有点艺术化 比较讲得让男孩子听得心甘情愿 讲得让男人 是我的荣幸帮你做事情 所以你使唤男人 这种颧骨 这是很重要 颧骨 像唐老师也应该算是 她颧骨也发达 但是也是有肉 称起来 所以听起来 就是让男人 就会听她的 会接受她的知识 听她的话 真的是颧骨 还有拳头 对 拳头就不必了 两个相辅相辅 这么说 我有拳骨 对 而且学习摆在前面 好 以上这里请各位做参考 好 看看哪一种女孩子的长相 她知识男人 叫男人做事情更有一套 对 而且Makeo就上好几个啦 对啊 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 真的占了很大的优势 恭喜啦 可是你知道情人不一定要温柔 男生就会听她的 你知道吗 有些男生是喜欢 你对她越凶 她越爱 对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从星座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星座的男生呢 女生只要对她凶 她就会越爱啊 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对她凶 她才会爱 这个爱有两种 一种是她需要 一种是她真的蛮爱你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爱有两种状况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种男人蛮贱的嘛 老师 你骂得很快 我一定 我一定没有 你敢真的蛮大的嘛 好 我们来看看太阳跟上身 这两颗星 这个女人越凶她越爱的 有谁呢 太阳上身 像我们黄老师 太阳是金牛座 双身是巨蟹座 来看看我们黄老师爱不爱 是 第五名太阳上身 如果落到了双鱼座 其实很多双鱼座的男生 在教你 Makio男朋友是什么座 双子座 双子座 好 那这个 双鱼座的男生 在看到你很凶的这件事情上 因为你知道他挑对象 其实他比你想象中还要理性 他们是很务实的 他在挑对象 所以你很凶 或者是你还蛮有 自己主见的这件事 会让双鱼座的男生 很有安全感 当然重点是他知道 他能够用他的柔情似水 或用他的那个 婉转的手段征服你 然后你的凶不是对他凶 你的凶是反而可以帮他 保护他或在外面 有一些主张 比如说他自己事情搞不定的时候 委托你 你可以帮他出面 他会觉得有这样的搭配是不错的 所以你越凶他越爱 不是因为你对他凶 而且你的凶很有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太阳上升第四名是谁呢 如果我落到了 好了 想不到吧 天蟹座 真的吗 真的 天蟹座 他凶他才OK 不是 他讲道理 因为其实天蟹座知道自己 有人性的弱点 他偶尔会犯错 那因为通常都是他教训别人多一点 他义正言辞了 发现你有错 噼里啪啦 可是如果他犯错 你没有那个胆子告诉他的话 他会很遗憾 事情会变得一面倒 那如果说你讲的话很有道理 然后你凶他 他会非常的佩服你 而且你能管得住他 你够凶你管得住他 天蟹座也会觉得有人管还不错 就是你管住我 我反而以后我的人生不会出差错了 所以天蟹座蛮希望女生 有一点胆量来管管他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三名 太阳或者是上升落到了 水瓶座的 真的假的 你通通都不觉得 都不觉得 你有碰过水瓶座男生吗 还有天蟹座的 没有 都还没有碰 都没有碰 下次有碰就先胸胸 对 过来 干啥别人吃这种胸 主浪是不是 对 别人下马威 绝对不是这种胸 你要搞清楚 太阳上升落到了水瓶座的人 为什么说越胸他越爱 因为其实他会 他其实没有那么参与 在整件事情里面 你会发现很多水瓶座男生 就是常常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好像人是在外面 在看着你 然后就觉得 比如说你骂他 他会说 你这样还蛮可爱的 你知道 对你刚骂人的时候 你刚有一滴口水喷出来 就是他能够很客观地置身事外 这个男生好好 真的蛮好的 所以你看余天大哥跟李亚萍 对 这两个人就是配得好好的 真的 对 越胸越爱 而且很多水瓶座也很给面子 就演一个我很怕太太的样子 给你看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处女座的话 真的假的 你碰碰都不觉得 我不觉得 我都对他们太温柔了 对 你有碰过处女座的男生吗 有 我曾经有喜欢过一个处女座的男生 然后呢 可是我真的就是对他就是很好 很好 就这么 那就完了嘛 对啊 完啦 他就 对处女座不能太好 他就完全没有对我兴趣 有兴趣而已 没错 所以你就知道这叫犯贱嘛 当然你对他很好 谁不喜欢人家对他好 但是很快的 处女座 你对他太好处女座很快就没兴趣了 你让他应付不来 你让他目不暇己 他反而会非常地忠诚 别说你就有被虐待苦 我认为是 就是你对他越坏越凶 然后越不理他 他爱你爱的要死 对 他才会 而且你很厉害的样子 他就会开始有戒心 你看每天生活都叠对叠 也好开心 就会开心 否则的话 你在他心目中段数太低了 他根本就懒得瞄你 就没心思瞄你了 我们来看第一名 好 太阳上身 如果落到了 双子座的男生 对 有没有对他坏 很珍惜你 有没有对他很细 对啊 多秀 而且重点是你在点头的同时 妈妈也在旁边点头 very凶 真的 怎么秀 怎么秀 讲话都很不客气 真的吗 他对谁都很客气 可是 对他 怎么样 在哪里 就是这样 他很奇怪 好热 真的 好热 真的很酷 很酷 你有曾经跟男朋友生气打他过吗 你上次打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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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是玉女 好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是哪一根筋断掉了 对 动手 所以我就吓了 但因为他流血 我想说对不起 其实双子座还蛮欣赏 有个性的女生 而且她包容度很大 其实双子座她不轻易地说很喜欢一个人 大部分人她都很喜欢能接受 可是作为女朋友这件事 她会把自己的包容度惊到最大 是 那这女生就是她已经喜欢她很可爱很有智慧很有思想 所以她凶一点她会觉得无所谓 那个无所谓三个字就出来了 而且她会而且我们刚刚讲包容度她已经惊到最大了 所以她每一次譬如说忍不住要发脾气的时候 就会告诉自己说不行 男生要有风度一点 这样就发脾气 这样就发脾气不太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一次又一次 到最后可能打不还口以外 骂不还手以外 她也什么都可以忍受 忍受度就越来越高了 所以双子男是可以训练的 好好训练 没有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吵架 还是会吵架 然后她也会对我大吼 那我再更大声 然后她也在更大声 然后我就再更大声 更大声的话她就会叮叮 但是她就会叮叮 对 就是拼了就对了 拼了 就是跟她拼了 对 所以姐妹里面是你最凶吗 还是其他姐妹也都对男朋友有些凶 我最凶 她们都一直在场面说 Makiel 你也太狠了吧 然后你真的这样 她怎么还活下去啊 对 她们就很替我担心 对 替我担心 说你这样讲 你知道吗 你有讲过什么话 让姐妹们觉得说 我最狠 超狠 就直接标脏话 对 就是那种 对 那如果说像谈恋爱的时候 过情人节 像如果说男朋友会动员 爸爸妈妈一起 就是给你一个惊喜 给你一个回忆 你们的借意 借意 借意是不会 因为她觉得还蛮特别的 很热闹 对 是很热闹 就是也 也不要说每一次的情人节 都这样 就是一两次还OK 可是就是不要全部都是这样 我就会觉得说 也没有 就是 对啊 就几次OK 可是不要每一次 对 所以你看其实很多人 对感情的就是 有一次男朋友 对不对 她做了什么事 让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你知道吗 有些只是给你一个回忆 可是可能女生会来讲说 就是很怪啊 情人节就我想跟你在一起 托你爸妈下水干嘛 爸妈弟妹都来了 对 搞得好像全家一起在那边 谈恋爱的一样 这比较像中元节 对 普渡去了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高老师 从开始要测验 大家赶快来测试看看 谁是你感情中的脱油瓶 好 观众朋友呢 我们在感情中呢 多多少少有一点弱点 今天想要测验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潜意识 测验一下 谁是你感情中的脱油瓶 这个题目是专门屁嘛 可以我的妈妈来设计的 谢谢 好 所以我们就从题目就可以知道了 你参加料理比赛 主题是吃了会很快乐的菜 对 你觉得哪道菜大家吃了最快乐 对 好 第一个寿喜烧 第二个呢 亲子冻 对 第三个呢 是巧克力锅 对 来 马可也先选一个 寿喜烧 真的 我也好爱 对 然后那个妈妈呢 要不要考虑成本问题 我觉得还是寿喜烧 寿喜烧对 对 因为我很喜欢吃肉 我寿喜烧都是吃肉吃到饱 真的 妈妈 你开餐厅好吗 对 我一定去光顾 不好意思收钱 太好了 所以我住到你家去 那唐老师你呢 寿喜烧 寿喜烧 对 因为我们才有满情感 是 那那个黄老师你呢 第三个是什么 巧克力锅 那应该饿 饿 亲子冻 OK 好 我也是寿喜烧 对 这是寿喜烧 我自己都会弄一些寿喜烧来吃 超好吃 我等一下回去就要吃 好 那观众朋友如果选完 我们请个高老师来告诉大家 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谁是你的脱油瓶 好 观众朋友呢 你参加料理比赛 去吃了会快乐的菜 你觉得呢 寿喜烧会让大家都很快乐 我们这边除了老黄之外 所有人都挑选了寿喜烧 如果你也选这个单 我们来看一下呢 谁是你们感情中的脱油瓶呢 我们来看 很爱你的家人呢 是你感情中的脱油瓶 因为非常重视亲情的你呢 会把家人的意见和感觉 放在第一位 如果家人不喜欢你的情人呢 你可能有可能会忍痛放弃 其实这类型的人 他非常非常在意呢 亲情的感觉 因为他觉得另外一半呢 以后呢 也是他自己的家人 他很努力的呢 把这个自己的情人 跟这个家人呢 融合在一起呢 很多很多的互动啊 就让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 永远永远快快乐乐啊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呢 就是已经进入你的家庭之后呢 他们一定相处的非常的融洽 而且感觉像真的像亲情一样 永远是割舍不断的感情 超准 好准哦 没错 好 赶快看一下 选择二的亲子洞 像黄老师选的 我们来看一下呢 谁是他或是你感情中的脱油瓶 来看一下 你理想中的情人 是你感情中的脱油瓶 因为现实跟梦想 老是在拉锯站的你呢 总是把心中完美的标准 偷偷和现实的另外一半做比较 老是让自己想太多啊 比如说他看AB女優的时候就觉得 AB女優叫身材怎么这么好 对 然后这么的辣 然后一想想自己身边躺这个 那这样 其实他会开始有在偷偷的比较 然后心里 他们有比较啊 谁不比较 你真的想太多了 或是很多女生啊 会觉得说梁朝伟好温柔啊 如果他跟他另外一半吵架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梁朝伟一定不会这样骂我 好 老师不要想太多 对 好 赶快看一下没有人选择这个巧克力锅 好 观众朋友参加热梨比赛啊 试了会有很快乐的菜 你觉得是巧克力锅的话 谁是你感情中的脱油瓶呢 我们来看啊 你的猪鹏狗友呢 是你感情中的脱油瓶啊 因为人心善良心又软的你呢 老是不忍心拒绝别人的要求啊 弄得自己劳民又伤财 也因此容易和另外一半吵架啊 请这类型的人特别注意啊 要有自己的原则或是坚持啊 所以观众朋友喜欢这个答案呢 你要睁大眼睛啊 看清楚你四周的朋友呢 那些猪鹏狗友就好离他远一点哦 嗯 OK 这样就可以知道 谁是我们在感情中的这个脱油瓶啊 有些是这个差距太大 真的不要想那么多 对 对 嗯 因为之前呢 我们知道说 马来贴有想帮妈妈 就是看征婚找个伴 对对对 之前 之前所以没关系 我们今天黄老师要告诉大家 就是有需要的朋友 这个从十二生肖来做个分析 个别呢 如何去增强自己的爱情运势的好不好 好 来 好 在十二生肖里面 每个生肖依照阴阳五行 它有它的幸运颜色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每一个的 这个不同的生肖 它的幸运颜色是什么 首先是老虎跟兔 那么在十二地支里面 老虎跟兔是属木的 那属木呢 它的幸运颜色是 绿 黑 蓝 黑 红 万一呢 你说不是 我喜欢白 如果你喜欢白 那你就用白的 比如说内衣内裤 或者白色的床单 背单或者窗帘等等之类 但是你可以戴这个花样 这样就算了 那毛妈妈是什么生肖 老虎 老虎 就是虎啦 所以你看你先穿那个黑色 就对啦 就对啦 7月穿黑白的 OK啦 黑白无常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组 第二组就是蛇跟马 蛇跟马在十二生肖里面 是属火 是火的五行 所以它的幸运颜色 直接火 那是红 红 粉红 蓝 白 第三组是猴跟鸡 猴跟鸡是属金 那属金它的幸运颜色是 白 黄 紫 还有皮肤颜色 那这里特别提一下呢 甚至全部看完都知道 一定每一个都有 红色跟粉红色 因为我们中国这样讲 喜气洋洋 红色就是最喜气的 可是就这一组没有红色 因为这组是金 那么红色的话会火克金 所以比较不适合 好 在下面一组是猪跟老鼠 猪跟老鼠是属水的 所以它的幸运颜色是 黑 白 粉红跟紫色 我都很喜欢 也是 好 最后是龙 羊 狗 牛 这一组是属土的 那属土它的幸运颜色是 黄 红 皮肤色 还有绿色 那另外这个要注意一下 如果这个是 你是选用在练衣裤 或者衣服的话 记着农历的14 15 16 和国力无关 农历的14 15 16 各位知道是月亮圆的时候 人的心情会比较激动 是 情绪会比较高涨 这时候呢 你尽量穿这样颜色的衣服 衣物的话 可以增强 对你的恋爱愿会更好 真的吗 真的很厉害 今天呢 月亮是圆的吗 今天月亮 对 真的 今天很圆 今天可以穿 你还想这样 你想增加更凶是不是 没有 我想要增加就是 恋爱愿更好 恋爱愿更好 好 没问题 那今天呢 真的谢谢妈妈妈 还有Market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在这边要再次跟大家来讲一下 你的书什么时候 在这个 什么时候发行啊 然后 书名告诉我们一下 大概15号以后才会发行 书名 书名 吃了会快乐的菜 像我们两个一样快乐 对 希望大家可以买这本书 然后回去做一点这个快乐的事情 对不对 让对方也快乐 让自己也快乐 吃起来越来越快乐 好不好 希望大家方常买一份 没错 一定要一定要 要祝福妈妈妈这本书都卖了 谢谢 谢谢楠文贤 谢谢三位老师 你最欢迎我的收看 谢谢